现今的社会中,人们因为工作忙碌,在家时间短,无暇照顾家中养殖的盆栽,经常忘了为盆栽浇水、施肥、晒太阳,长久下来会导致植物干枯或生长不良,所以我们想出一套当您忙碌时可以自动照养盆栽的系统。 这是我们的专题,智慧盆栽,这是温湿度感测器,用来感测环境的温湿度,这是光感测器,用来感测光照亮度,这是最重要的I do know,用来整合整个电路的功能。 这是土壤湿度感测器,用来感测土壤湿度。 分电盘是用来分割5伏特及12伏特的电压。 LCD显示器,显示所有数据。 气电器是用来驱动后面的水泵。 这是施肥帮浦,以及浇水帮浦。 当抽水马达启动的时候,水抽出,进入水管,进到马达,流过出水口,最后完成浇水,施肥功能。 首先,这是我们的LCD显示器。 上面显示的资料是所有的环境因素。 T是显示目前的环境温度,H是显示目前的环境湿度,S是显示目前的土壤湿度,L是显示目前所在的光照亮度。 只要L所显示的值,低于你所设定的数值,也就是日照光线不足的时候,植物生长灯就会开启。 只要S所显示的值,低于你所设定的数值,也就是目前土壤湿度不足的时候, 浇水帮普就会启动。 当到达施肥时间的时候,施肥帮普就会启动,将液态肥料抽出,再由手机APP所设定的持续时间,持续输送。 这是我们云端智慧盆在APP。 每次开启APP时,APP会自动从云端资料库下载资料进入APP。 这是植物所在的环境温度折线图。 这是植物所在的环境湿度折线图。 这是植物所在的土壤湿度折线图。 这是植物所在的日照光线折线图。 这是我们上一次教学的时间。 这是我们上一次施肥的时间。 电灯帮代表植物生长灯是否开启。 接下来,我们进入设定。 首先是植物灯设定,可设定地域多少以下的光照开启生长灯。 在夜间的什么时候开启生长灯以及关闭生长灯的时间。 接下来是浇水设定,可设定地域多少以下的土壤湿度,开启水泵以及出水的时序时间。 接下来是施肥设定,可设定施肥日,选择日期,施肥的时间,液态肥料输出持续时间。 接下来是施肥的时间。 第一次准备时间。 是施肥的时间。 是施肥的时间吗? 是施肥的时间。